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王全安导演的作品《团圆》 我盼了一生与你相见,不曾想,再见时你我都已垂目 女主月娥收到了一封来自海峡对岸的信 这封信来自月娥以前的恋人刘燕生 她和刘燕生49年因为战乱分隔两岸 失散那年,女主已怀有身孕 再后来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老陆 刘燕生跟随台湾老兵返乡团回到上海与月娥见面 故事也围绕着三个七群老人的三角关系展开了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刘燕生 老陆和月娥准备了盛大的酒席接待她 将见面时,月娥却一个人在灶台前陷入了无言的状态 当然带着现男友接待前男友,搁谁都会有点尴尬对吧 老陆得知刘燕生在上海住酒店 于是极力邀请她在家里住下 在小阁楼,月娥为刘燕生准备的床铺上 两人总算有了独处的空间 两人在月光下并排坐着 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相恋的时光 第二天,月娥和外生女带着刘燕生在上海转悠 在坐火车的时候,两人的手很自然地牵在了一起 时间并没有让两人的感情变淡 月娥带着刘燕生到自己未见成的新房参观 两位老人相互扶持着爬上了高楼 外生女借口要上厕所离开了 给两位老人腾出了二人空间 月娥告诉刘燕生,自己这几十年过得并不开心 只是活着而已 刘燕生表示自己要带她回台湾 并且财大气粗地表示自己可以在物质上补偿老陆 老陆为了款待从台湾回来的刘燕生 买了四只一百块钱的大螃蟹 本想和她提分手的月娥看着如此节俭的老陆 为了刘燕生花了这么多钱,于心不忍 没能说分手的月娥又找刘燕生商量 两人决定一起和老陆说 没想到老陆特别的好说话,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只说月娥同意,她就同意 于是几人找来了几个孩子商量 几个孩子当然是不同意 月娥又表示自己为这个家庭活了几十年 在余生为数不多的日子里想为自己而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几个孩子当然只能表示默认了 老陆和月娥准备离婚 但是因为当年动乱没有结婚证,只能先结婚 又因为没有房产证,没能即刻办理离婚 在一场家宴上,老陆和隔壁桌的客人发生了冲突 突发脑梗中风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月娥和刘燕生回台湾的事情就搁置了下来 老陆身边离不开人 月娥开始照顾她的饮食喜剧 表示要营养跟得上才能恢复 于是刘燕生逛遍了上海的各种市场 为她做了佛跳墙 做佛跳墙的时候 刘燕生讲起佛跳墙是台湾已故前妻交给自己的 她是个很容易吃醋的人 女主想说什么被男主打断了 其实两人都知道 事已至此,再走是不可能了 三人在一起吃了一餐饭 刘燕生告诉老陆自己不打算带月娥走了 只求最后和她再同唱一句 歌声婉然 里面藏了太多不舍和深情 无奈事到如今也只能说声再见 但愿由天再见 月娥在码头送走了刘燕生 她说这一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 刘燕生说我们还年轻 影片结束时,月娥和老陆以及外甥女在一起吃饭 旁边放着一只空碗 月娥在不停地给空碗夹菜 外甥女说要等到美国的男友结婚 月娥劝她 外甥女表示自己只需要等两年 总好过外婆等了一辈子 战争让两位老人分隔两地 想要再见面却是如此困难 分别时你是一气风发 再见面大家都以年老迟暮 通过这个讲述团圆的故事 我们能感受到月娥和刘燕生的感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只是被外部事情绊住了脚步 不同回忆生出的隔阂 终究没办法被爱消磨 只愿这世上再无战争 再没有爱情为战争分离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